HELLO 大家好 我是咪的 今天又是提前試讀時間 一款不小心被我遺忘 正巧快開服的 聖耀 該款遊戲在中國的版本叫做 《九夢仙玉》 開發商是賀德時代 台灣代理商為SP GAME 之前用過別的名稱代理過其他遊戲 像是以Tugado Games代理的大秦帝國 Muntun等黎明啟示錄 還有一款開發中的女王殿下LIFE 中 那目前查到跟SP GAME 關聯較近的為 中國的SPG GAME 以及Spring GAME 兩者都跟愛奇藝以及子公司天象互動有關聯 而聖耀的發行開發商 之前在台灣也以Summertime GAME 的名義 發行過地藏浮魔路等遊戲 而這間發行商其實也是天象互動旗下 總之就是各種彎彎繞繞長頭長尾 但網路是有記憶的 總還是能查到些蛛絲馬跡 但能請到不算小咖的藝人代言 跟張芸精演唱主題曲 而除了藝人宣傳PV跟幾張圖片 卻不放實機演示畫面 就可以100%肯定是一款量產換皮手遊 本次試玩的版本 跟台版預計上架的應該會有些落差 但實際內容應該不會有太多差異 看到初始的職業選擇跟展示畫面 一股換皮味就撲面而來 我玩的版本沒有FB廣告推薦的必選冰情詩 稍微比對一下官網網頁的圖片 除了造型跟實裝不同以外 已經差不多確定為同款遊戲 那我還是選個情詩應景一下 遊戲一進去 毫無懸念是個放置玩家型MNO 也遵循我說的量產換皮遊戲三原則 秀青弓 閃亮稱號 大翅膀 後來為求慎重 我用官方提供的圖片跟現有的職業 以及遊戲介面做比較 情詩方面只猜猜技能顏色不同 然後火槍手 地藏王 應該聰明的各位是可以看得出來 也可以肯定是同款遊戲了 頂多就是上架後的台灣特色版 套上什麼神藥神格之類的設定 而做起這勞斯萊斯還挺有創意的 再來個TTRS就真的完美了 但不管是哪種版本 都是一樣的遊戲內容 一樣的課金換戰力 給玩家原資源味的垃圾體驗 結論 好的遊戲靠玩家口碑 爛的遊戲靠藝人代言 該款遊戲跟其他換皮遊戲毫無區別 就只差在宣傳包裝不同 從頭到尾都只能放藝人廣告護航 然後FB一定會舉辦各種抽獎活動 反正是不是真的有誰抽到 只有天知道了 但最後遊戲打開都跟死一樣 等味道散了就再拉一坨 永遠都有新鮮的端出來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 一朵鮮花插在牛份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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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